狙静一24小时爆卖1100万 像素化式热度套皮实至名归 过天小居华丽变身为居姐 内娱只有她有这么多活人粉了吧 居姐8个杂志开售不到2小时 销量突破19万 销售额只充900万 而开售8小时的时候 杂志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 这数据直接破了女星杂志的记录 说狙静一是内娱居姐都毫不夸张 就问谁还能有这么强的粉丝号召力 在此时喜上加喜的事情是 销售额超化发酵量破6500万 难怪在最近非常火热的七期活动中 哪怕是众明星像素化式里 销售额绝对是顶级显眼包的存在 在活动刚刚开始的发酵期 销售额的粉丝们就积极参与 在别家粉丝们还不知道时 就已经把自家姐姐推到了热度到不外 而在此时 销售额像素化式的热度 不是没有跌落过地基 有时候连前三都排不上号 但是销售额的粉丝没有破防 而是专注于自家小天地 对比小G不同时期的像素化式 就知道这儿的变化有多明显 要知道这可都是粉丝们一点一点化的 难怪有粉丝在小G的超化发帖 说自己都抢目过来的方格画画 可能还是因为粉丝圈子太卷了 目前G线1像素化式的热度 在从跌落了第一 但这些像素化式的热度 就从6400万到7200万 而且画作的内容也有了些变化 可见这些热度都是真实的粉丝们 在背部一点点支持出来的 这持续稳定的增长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毕竟这还不是活动的结尾 想毕业到活动的最后 G线依旧会绽放光芒 而现实中的小G更是帅气 距离杂志在昨日开售 已经过去24小时了 完全可以看见更加清晰的战绩 杂志开售一分钟突破2.7万等 销售了123万 在销售24小时时直接10倍增长 销售量突破了24.6万等 销售额直接突破1107万 只怕这10倍的强悍数据 就是它在内域超高地位的最好证明 虽然现实珍藏套装已经下架 但是还有其他的链接继续上新 可见聚集的战绩还会继续增长